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澳大利亚的恐怖片 《狼西》的第二部 影片一开场 我们看到龙套叔和龙套哥正在查超速 时间不大 变态大叔开着卡车 从他们面前急驰而过 两人一看这数据啊 发现差一点就超速了 虽然龙套哥一脸的遗憾 但龙套叔却是相当的有经验 龙套叔尖笑了一声说 这孙子超不超速还不是咱说了算 龙套哥说前辈你可真老练 罚了这个老混蛋 今儿晚上咱又能双飞烟吗 这俩死催的开着车啊 很快就碾上了变态大叔了 龙套叔说兄弟啊 你开这么快是打算参加大力赛吗 你这是急着蹭WiFi啊 还赶着去投胎啊 变态大叔说约炮不吃药 你甭想给我来这套 我车上可是有功力表 超没超速咱俩心里都有数 龙套叔说你就甭废话了 我的地盘我做主啊 今儿必须得发你250 龙套叔和龙套哥 给变态大叔开完罚单之后啊 两个人兴高采烈的就上路了 当这二位正在商量 晚上是去夜店 还是去做大保健的时候 龙套哥突然就被二炮手 变态大叔给抱了头了 变态大叔提着汽油桶啊 就来到了警察的前面 龙套叔说兄弟啊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就饶我一条命吧 变态大叔说你瞅瞅 龙套哥已经挂了 这黄泉路上多孤单啊 你得跟他肩并肩一起上西天 虽然这以后不能再玩双飞燕了 但你们哥俩可以跟孟婆搞搞忘年恋呢 变态大叔说完 直接就把汽车给点着了 转场之后 由炮灰哥和大眼妹组成的作私小分队啊 前往狼西国家公园旅游 两人在河里洗过鸳鸯浴啊 就开始下寝衣 这一天过得是甭提多歉意 到了晚上 当两个人在帐篷里正打情骂俏的时候 变态大叔开着卡车 风尘仆仆的就杀到了 变态大叔和炮灰哥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这小鲜肉跟老司机挑战的 基本没悬念 时间不大 变态大叔就把炮灰哥给摆平了 趁着变态大叔正在肢解炮灰哥的尸体的时候 大眼妹撒牙子就撩了 大眼妹顾头不顾定的跑到路上之后啊 拦住了大眼哥的汽车 大眼哥说大妹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了 大眼妹说别提了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 我跟我男朋友啊 遇见了变态杀人狂了 大眼哥说那你男朋友呢 大眼妹说别管他了 他就是一打酱油的 早就去了球了 就在两人聊到眉飞色舞的时候 变态大叔开着卡车就冲了过来 你是风儿我是云 潺潺绵绵好销魂的 大眼哥的车很快就被吸了臀了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追逐戏 变态大叔终于把大眼哥的车逼到了茄子里 大眼哥一看变态大叔把枪给端起来了 当时就吓尿 心想我可是男一号啊 现在挂掉可不妙 于是他急忙把腰一公 直接把大眼妹的戏份给杀青了 大眼哥一看大眼妹给自己垫了背 这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运脚了 于是急忙开着车就跑 转场之后 大眼哥居然把大眼妹的尸体扔到了荒郊野外 哎呀 这种狗血的剧情也他妈太可爱 你呀还不说赶快去报案 还在这瞎逼看玩浪漫 这他妈是不是有点太扯淡了 大眼哥开车上路之后就找不着北了 当他正拦车问路的时候 变态大叔开着一顿大卡车就出现 接下来又是一场两只野鸭呱呱呱呱 啪啪啪啪啪啪啪的追入戏 最后变态大叔一个老汉推车 直接就把大眼哥给撞下了坡了 两人一个坡下一个坡上 是默默凝望 相顾无言百转抽长 唯有泪千行 正所谓念去去千里烟波 彼此都不知道何时再能一起开汽车 筋疲力尽口干舌道的大眼哥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栋房子 这真是九汉逢干路天冷送来了老名库 大眼哥大难不死 被慈祥的王大爷和王大妈给救 可当三个人正吃饭的时候 变态大叔突然就杀到了 大眼哥一听到变态大叔的声音 当时就吓跳 王大爷说小伙子你别慌 大爷手里有连枪啊 我出去看看 虽然这王大爷长得有点像马龙百年度 可还是扛不住啊 不一会儿 这老两口就被变态大叔给干掉了 大眼哥一看见形势不妙 急忙撒鸭子就撩了 接下来又是一场追逐器 两人从夕阳西下追到了星光灿烂 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 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 最后变态大叔一招老汉再推车 当场就把大眼哥给活捉了 大眼哥说大叔啊 你请我不愿 这宦官遇见老太监 有些事啊真的没法办 变态大叔说兄弟你别泄气啊 努努力也许会出现奇迹呢 变态大叔说完 直接就把大眼哥给揍懵逼了 当大眼哥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已经被变态大叔给控制 为了保命啊 大眼哥开始跟变态大叔是边喝酒边对善歌 两人是打情骂笑笑呵呵的 变态大叔说兄弟啊 老太监进妇产课没想到你这肚里的货还挺多啊 我看这样吧 我出十道啊 关于澳洲的历史题 你只要能答对一半啊 我就放你走 你觉得怎么样啊 大眼哥一听这眼睛就是一亮啊 认为自己有生存的希望 说大叔你赶快出题吧 我都等不及了 大叔说有讲究有罚啊 你要是答错一道题啊 我就切掉你一根手指头 这叫受虐狂一愿失虐狂 一个愿打一个愿扛了 接下来就到了紧张的答题环节了 大眼哥再不能求助现场观众 也不能给亲戚朋友打电话的情况下 居然上去就答对了两道题 变态大叔一看难不住这孙子 就开始不讲理了 拿起电锯啊 就切掉了大眼哥一根手指头 大眼哥说大叔啊 咱可都是知识分子啊 还能不能有点道德底线啊 变态大叔说我是大老粗 从小就没见过书 你跟我谈底线 就像跟老太监搞混外恋 你扯什么蛋呢 接下来变态大叔又问了一道 关于体育的问题 这可把历史系的高材生大眼哥给难住了 变态大叔没客气 孙子是不会放过自己了 于是便瞅机会啊 偷袭了变态大叔 接下来又是一场踩云气明月 浪漫一整夜的追逐戏 大眼哥跑的是失魂落魄 变态大叔追的是记性四射 影片的最后 虽然变态大叔再次活捉了大眼哥 但不知道是因为大眼哥才华横溢呢 还是变态大叔怜香惜玉 总之变态大叔最后啊 把大眼哥给放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孩子不要太人性 好好学习真勇用 不仅就业有出路 关键还能保住命